歡迎收看的是參戰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參戰時光會客室是由參戰時光節目跟公視議題新聞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這個節目 我們的節目每個禮拜天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路上面 我們會進行直播之後 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以及參戰時光的節目 會有這個所謂的視訊的播出 那我們今天要跟他談的這個議題 其實在參戰時光節目其實也談過很多遍 大部分都是跟公庫的記者一起來 不過我們今天希望能夠更深入的來去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桃園航空城 這個是台灣史上徵收面積最大的一個徵收案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要去蓋了一個航空城 其實讓很多的居民 他必須要面臨到這個流離失所 家園被拆遷的這樣的一個命運 當然我們政府有他自己所提出來的一個安置的措施 也有一部分的民眾是支持 當然有一部分的民眾其實是反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抗爭不斷的 不僅是當地的居民 這個外面參與的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社運團體環保團體 都對這個議題是很關心的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談的話題 邀請到的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執行秘書 邱宇玲來跟我們談一下這個議題 宇玲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知道這個議題其實是台圈會 非常長期的關注這個議題 可是有些聽眾朋友或是觀眾朋友未必了解 桃園航空城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不可以請宇玲稍微來幫我們介紹 介紹解釋一下這個議題到底是什麼呢 好 其實桃園航空城的案子 如果大家看得到這一張圖的話 就是它主要是為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桃園機場 目前有兩條跑道 但是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其實都只有使用一條跑道 那不管怎麼樣 那目前我們的交通部民航局 認為說兩條跑道 然後加上一條也都沒有 常常沒在使用的情況下 他們認為這個就是使用的不夠 所以他們想要再蓋第三條跑道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要來徵收 要來做這個事情 其實是因為要蓋所謂的第三跑道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整個航空城的計劃 那我們看到說第三跑道 其實當初有幾個選址的方案 那他們大概列了ABC的三個方案 那也有把跑道列在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三個方案都可以去蓋第三跑道 那包括說他們也有考慮過之前 就是他們下面就是 怎麼講 這邊是既有的機場 還有桃園的那個目前既有的機場的地方 那他們本來其實下面也有一個空軍的 廢棄的那個跑道跟那個機率沒有在使用 所以他們之前也有考慮過 是不是就直接用這邊的地 那但是最後三個方案評估下來之後 他們決定要把跑道蓋在這裡 就是上面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有一個油庫 所以這個也有人會提到說 這個是不是會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而且它其實離海很近這樣子 那當初他們在考慮的時候 就是做了一個 ABC三個方案他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方案A是影響最多人的 就是會破千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 大概會有兩萬多人 然後會有八千多戶 那它的這個徵修的面積也是算是最大的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說 一樣都可以蓋第三條跑道 那為什麼政府要選擇面積最大的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整個航空城的計畫 它並不是只有第三跑道而已 第三跑道其實是一個最開始的 要來做這個事情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淡黃區 那可是你會看到說其實除了第三跑道 第三跑道後來你會看到說 它其實大概就是整個目前航空城計畫裡面 整個面積大概615公頃而已 所以它其實只佔了這一部分 那你會看到說整個航空城計畫裡面 其實有更大的範圍是所謂的產業區 商業區 然後還有所謂的資金區 還有遠窮的資貿港區 然後還有當然有一些住宅區等等 那最大範圍其實是這些東西 那這些是所謂的蛋白區 就是說他們認為接下來 因為整個客運量的增加 所以呢 周邊就會帶動一些商業的發展 產業的發展 那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這個 產業都要進駐到這個區塊來 所以必須要把整個這個周邊的東西 都要把它弄成是一個 就是產商 然後這樣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的地方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他們就要把這些 目前住在上面的人把他們移到外面去這樣子 我想這個為什麼會有這三個方案 最後選擇你剛剛談的這個第三方案 那也許就是剛剛已經提到的這個原因 就是它其實就是不是一個 純粹的一個航空的跑道 而是一個整體的這種 所謂的商業的這一種發展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政府當然會覺得說我們這樣子做 其實是為了這個經濟發展好 然後其實如果能夠去擴大它的這個 債客量以及這個所謂的 因為債客量帶來的所謂相對的經濟效益 不是很好嗎 那就一些居民他們的居住權 我們只要讓它安置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這樣有什麼不可以嗎 債客量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有看到就是說新聞上面 我們的政府官員自己也有正式的回應 就是說這個航空城的債客量 真的要撐得起來的話 其實必須要靠的是入客的重裝 就是說今天我們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有兩條跑道了 那你可以看到說 香港其實它也是在有兩條跑道的情況下 其實它的那個客運量是比我們高很多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目前只要好好的可以把第二條 我們一直沒有在用的那條跑道 好好的使用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客運量是可以增加的 可是他們認為說即使是增加到像香港那樣子 比我們多一倍的 目前比我們多一倍 我們現在是客運量是2000多萬人次 2162萬人次 香港也是兩條跑道 目前的客運量是4556萬人次 只要我們可以把我們第二條跑道也好好的使用的話 其實我們的客運量是可以增加一倍的 那他們去思考這件事情 他卻說我們需要第三條 那這個東西其實他們就自己很清楚的說 是因為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 路客的中轉的格好是這樣的 也不會有這麼多的客運量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到底路客真的會來中轉嗎 或者是說 就是說我們整個客運量是要依賴在這樣的一個 有路客要來中轉的情況下 我們才會有增加所謂的客運量的情況下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還不是很確定的一個狀態底下 我們不曉得說 到底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是一個虛構出來的一個經濟發展 還是是 就是說到底說那個東西是真的摸得到的 還是是政府一個 就是使用一些錯誤的統計數字 然後所得出來的結果 那其實再來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客運量增加 會帶來周邊的商業跟產業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預估 我們也認為難道是必然的嗎 就是說包括他們自己所引用的一些國外的文獻 都引用錯誤 那他們說什麼會增加2900多的什麼工作機會 那事實上國外的那個文獻 你去看原文的話 根本就沒有到那麼多的工作機會 所以連文獻都引用錯誤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辦法 相信說這個政府 它到底所謂的那個經濟發展 是一個 怎麼樣真正真實的經濟發展 那我們也是在不斷的在好多次的 跟他們在開專案小組會議或是大會上 都不斷的去希望他們可以再針對這些 公益性跟必要性的部分 可以再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那這樣也比較更能夠去說服這些被迫要離開的這些局面 可是他們卻連這些地方都沒有辦法講清楚的情況下 就直接要去 就會讓人家質疑說 是不是只是為了要炒地皮而已 而不是真的 就是說 我相信所謂的炒地皮跟所謂的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不能夠直接畫上更好的 因為我們認為炒地皮這樣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其實是非常危險 而且也是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經濟狀態 這種用一種借債的方式 然後來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航空城我們要花這個5500多億的這個納稅錢 然後來做這整個計畫 那這東西其實是要去跟 可能是要去跟銀行借錢的 那如果未來真的沒有這麼大的經濟發展出現的話 這5500多億 到時候會變成是負債的狀態 就是說全民到時候是要變成是一個 要去對我們未來的子孫就是要開始 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債要去 要去這個 看要怎麼去幫這個國家來償還 那這些東西我們認為都是很危險的 而且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的狀況 按照你的說法 其實政府他其實有提出一套他的說法 一些數據 可是這一套說法跟數據 一方面他可能是建立在一個虛幻的想像跟期待上面 就是到底能不能有這麼多的人 或者這麼多的陸客 或是一定是 把這個所有的保重壓在陸客上面 這一部分是居民或者是跆拳會 這邊是指引的 另外一部分他所指出來的這個數字 包括這個所謂的就業機會等等 其實在這個數字上面的推算 或是這個數字的本身 恐怕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這個其實我們常看到 如果我們經常跟政府去打交道 或是跟政府有一些抗爭 這個情形也不太少見 就是他們常常會用這種方法 然後給我們畫了一個大餅 但是他們還是質疑的進行 我想要了解這個航空城的這個進度 他到底到什麼地方呢 現在居民或者是他現在已經 已經開始動工了嗎 還是已經開始爭地了呢 我想航空城的計畫 他其實可能比我們之前看到的很多的 土地徵收的計畫比較幸運的是 就是大家是在最前面的這個階段 都市計畫的這個階段 就已經就是發現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會看到很多大谷案 或是很多案子 其實都是在很末端 是在土地徵收 或者是說已經要拆房子的時候 才發現的 那所以航空城目前的這個計畫 他其實在7月29號的 這個都委會的大會上 他就是計畫通過了 那所以可是他這個計畫通過 他是一個都市計畫的通過 那接下來他還必須要走 所謂的土地徵收的程序 也就是說銀建署的這個土徵小組 他還是必須要針對 就是接下來就要開始進行徵收了嘛 那他就是必須要針對這個 所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然後再去做一個更清楚的理性 因為開始要真的做所謂的徵收的時候 這個就是實際上 會真的對人民有非常大的影響 而不是像都市計畫 因為我們會看到說都市計畫 他在審查的時候 他們引用的是都市計畫法 那他們會認為說都市計畫 不需要去考慮太多的 公益性或必要性這樣的事情 只要去考慮說 這個都市計畫的規劃 是不是有完整啊 然後是不是符合一些綠化 一些美觀的這樣的要求就可以了 可是他接下來進到土徵階段之後 他就必須要針對 到底這整個徵收 他的公益性跟必要性有多強 他一定要去做出一個很清楚的釐清跟說明 然後包括一些 像土徵的這個條例也已經有修法 那針對我們看到說 目前的這個航空城的計畫範圍裡面 有非常多的特定農業區 就是我們所謂的良田 他其實是必須要去做聽證的 那我們會認為說這個計畫其實範圍這麼大 所以他不應該只針對特定農業區 也就是良田的部分做聽證 他應該是整個區域的範圍 都應該要做聽證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現在通過的是有關於都市計畫 那再來就是會進入到土地徵收 不過我剛剛聽到一個人 那我覺得有點訝異 就是都市計畫通不通過或是規劃 是不需要考慮到公益性跟必要性的嗎 我們在參加好幾次的專案小組的審查會議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集的 就是主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可是這些委員不斷的告訴我們 就是說他們這個階段是不需要去討論這些問題的 包括連整個財務的計畫 然後甚至說到底比較完整的暗示計畫 其實這個都是不在他們的討論範圍 他們認為這個都是下一階段才要討論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其實讓大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對啊 所以他們就這樣就通過了 他們覺得好像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納悶就是說 那到底都市計畫委員到底在省省 對啊 那這其實跟我們看到一個環評會議 一個環評到底這個能不能通過 他其實跟土地徵收跟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相關 他只是在這個案子對不對 這個案子是不是會造成這個所謂的環境的污染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所謂的文化上面 景觀上面破壞也都是在一個 這個案子能不能興建之前 其實就已經開始去做相關的評估 可是讓我覺得非常訝異的是 原來我們都市計畫 相關委員這個部分其實是不管的 不過這個其實顯然的 我們還是從民間團體 或是從一些反對的民眾來講 還是有一些所謂的抗爭或是還有一些 有一些挽回的機會嗎 我想只要我們 因為我想現在很多的居民 他們也都還沒有放棄 其實接下來的土地徵收的這個審查 他也還是有可能會去再去 有可能可以再去修改這個計畫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去質疑說 這個整個計畫他的這個 到底真的需要畫這麼大的範圍嗎 還是說他的範圍其實可以再縮小 然後包括說這個 我們其實還看到很多事情 其實都還沒有通過 包括說這個機場 其實他要興建的話 他必須要進行所謂的環評 那這些事情都還沒做 然後聽證也還沒有舉辦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 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需要去釐清 那在這些過程裡面 都有可能再去讓大家去看清 就是說整個計畫到底他真正需要的 需求的這個土地範圍 到底真正需要的是有多大 對因為我們在之前的 整個都市計畫的抗爭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蠻成功的順利的去 讓某一些區塊 當然雖然沒有很大的區塊 可是有一些村落 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順利的被剔除了 就透過澄清的方式 去講說我們就是在計畫的邊緣 那你到底可不可以講清楚說 你到底要我這一塊地是要做什麼 如果今天講不出來 為什麼我要把我的田 把我的家 然後就這樣子奉獻給你 然後你到底要做什麼 也這樣講不清楚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 我想我們在每個階段都是 大家都還是會持續的去澄清 然後也會持續的去爭取大家的權益這樣 我也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透過人民的抗爭 其實有好像是擋住了某些東西 不過在這一路的抗爭以來 其實所有的居民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們看到政府雖然提出了航空城 他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這大概就是政府他自己一面支持 或是從他自己的角度跟立場去所做的評估 可是實際上面對台灣的農業 或台灣的土地 或是當地的民眾會造成什麼樣影響 我們待會再請你來跟我們進一步的分析跟討論 你先來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以及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在之後會在公庫 以及在燦爛時光的網路上面 也會有進行後續的播出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非常跟大家很開心的邀請到的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基金秘書邱怡林 怡林你好 主持人好 本家好 剛剛怡林有跟我們談到 所謂台灣航空城到底這個規劃是什麼 那當然從一個政府的角度來講 它是一個所謂的都市的發展 或是一個國家發展 它認為似乎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是一種從政府的想像 可是這一個想像 當然我們看到似乎是一個比較虛幻 而且並且不是那麼踏實的一種做法 那即使這個想像是真的好的 可是這是當政府的一些規劃跟開發 那回過頭來 從桃園在地的居民來看 從現有的環境生態來看 從現有的生活方式來看 這個對當地的人 或是當地的景物 當地的環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 就是大家會看到說 我們目前一直在講說 桃園航空城是一個滅農的計畫 就是目前在桃園的這個 航空城的徵收法裡面 其實有2500多公頃的農地 那其中有1000多公頃是所謂的特地農業區 是所謂的良田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會消失 那接下來這個航空城的計畫 它規劃了 它也規劃了一個農業專用區 只剩下六公頃 那以後這些農民 這些農民他們就是必須要開車 或者就是到遙遠的一個特地農業區 那個小小的六公頃的地方 然後去像上下班一樣去耕田 所以都市人服嗎 對 然後接下來下班的時候再過來 那邊是不能夠蓋任何農舍 也不能夠有什麼休息的地方的 那所以很多農民都會覺得說 這不是農民的生活的方式 也不是工作的形態 那他們為什麼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這麼大的反彈 其實有蠻大一部分就是因為 從26公頃的農地 變成只剩下6公頃的農地 這個如果從地圖上來看 真的是 就是說那個範圍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那大家也會擔心說 所謂的糧食自主率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大量的 都要依靠外來的進口的食物 那以後這個要是發生一些緊急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戰爭的狀態的時候 那台灣的糧食要怎麼辦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桃園它有一個蠻特別的一個地景 就是所謂的皮糖 桃園它是放生所謂的千皮之香 也就是說它在它的這個範圍裡面 它有一千多口的皮糖 那所以搭配著就是說那些綠綠的農地 你會看到說如果我們從高空俯瞰的時候 尤其是很多國外的旅客 它只要第一時抵達這個桃園國際機場 從空中看起來的時候 會看到很大片的綠柔柔的農地 跟一口一口的皮糖 就像鏡子一樣展色的那個光線 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這個也已經 這樣的一個很特殊的地景 也已經被定義說 它是一個這個國際的一個 這個特殊的一個文化的景觀 那所以也已經國際上已經認定說 這個這樣的一個景觀其實是有很 所以說它有一個很特定的 不只是因為它漂亮而已 如果大家去看到一些相關的 跟皮糖相關的研究 就會知道說這些皮糖 其實都是因為早期農民要開墾 那可能沒有一些灌溉的設施 所以他們自己去 去挖 然後把它弄成是一個 所以你會看到說每一口皮糖 其實都會跟這個聚落 然後農民的開墾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墾式 那桃園的整個農地 或者是說一些開墾的歷史 大概從這些皮糖上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說哪邊為什麼會有這些聚落這樣子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 它不只是有灌溉上面的一些生態 上面的可能水儲保持的功能 它可能也有一些 這個重要的一些文化上面的自己的價值 然後它對於台灣的一些過去的歷史 以及過去的這個人文的一些了解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卻要把它這麼的 棄之如必息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桃園縣政府 或者說我們的政府 他們想像的這個所謂的經濟發展 就是把桃園這個地方 變成是一棟一棟的水儀房 然後高樓大廈 或者是這個用產業區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資金區 還是這個貿易自貿黨區這樣的方式 他們認為這樣才叫做所謂的經濟發展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經濟發展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 現在有很多的有機的農田 他們也發展了很多的很特殊的這種經濟模式 就是說讓一些外來的朋友 他們可以來這邊實際的去插秧種田 讓他們體驗一下農村的生活 這個都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模式 一種不同的想像 那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卻只要強迫我們人民 只能夠接受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的想像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的 我覺得這是剛剛這樣以您這樣一講 我都腦袋裡面都浮現了 就是一個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畫面 原本可能是綠油油的稻田 然後這邊有一個非常安穩 或者是一個其實還蠻自己自助的生活方式 可是它突然間變成是一個非常大的這種 所謂的水泥的跑道 然後旁邊有很多的高樓大廈 然後你可能看到這個高樓大廈 也許一開始蓋起來 還蠻多人會去那邊Shopping或是買東西 可是它可能會受到很多不同變數的影響 然後它突然間有天變成桃園航空城 不是考驗航空城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是往這個發展 它覺得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它涉及到不只是農業 這樣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也涉及到整個歷史文化 整個環境的發展 那這個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需要特別去 甚至是要去反對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大型的計畫 航空城它其實不是只有航空城 不是只有天空飛的概念 其實也包括你剛剛談到所謂的自貿港 那自貿港其實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前一陣子涉及到弊案的遠雄集團 可以跟我們拍一下桃園的自貿港的一些狀況嗎 其實如果你聽在地的一些居民在講自貿港 他們都會覺得就是住在自貿港區附近 就好像住在遠雄的帝國旁邊一樣 就是都有一條專門為自貿港去開的一條很筆直的一條道路 然後那條路上面沒有什麼車在開 就是只有會去自貿港的車才會開那條路 然後它的範圍其實目前它的範圍就已經非常非常的大了 它目前就已經有45公斤 可是我們卻看到說它其實一直到今年 就是它已經用了十幾年的這個狀況下 它目前也才使用了27.5公斤 也就是說它目前自己的既有的範圍裡面 它的使用率就還達不到可能就只有一半而已 那可是我們的這個航空城的計畫 卻還要再割所謂的100多公頃 繼續給它再擴大來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一塊土上面 這一塊區域就是遠雄自貿港 就是會再增加了100多公頃的範圍這樣 那就會不是很了解 就是說就像我們剛剛 如果大家要了解說桃園其實目前的一些 其實桃園目前除了這個航空城的計畫之外 它其實目前有六個都市計畫都還沒有進行完成 那你會看到說這六個還沒有進行完的都市計畫裡面 原本它們所預期的一些人口發展 什麼經濟發展等等 都沒有達到它們一開始預期的那麼高的計畫 結果那有一些可能是達到19% 有一些是14% 甚至39%或40%等等 就是說現在桃園目前有的一些所謂的計畫 對那其實就跟現在遠雄的這個也一樣 就是說它們自己所預估的那些發展 跟它需要使用的面積 其實根本都還用不到那麼多 然後我們又要繼續再畫更多的計畫給它們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讓人真的覺得說是 是不是真的只是在炒地皮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說因為航空城的計畫 這幾年來其實桃園的整個地價上漲了非常多 房價跟地價都一直不斷地在上漲 那的確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這的確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狀態 那甚至我們也看到有一些投機客 他們在這一兩年就會去買這個桃園的地 那他也不是打算要住在那邊 他就是只是要來這個 就是說等到這個計畫 這個通過之後 這個房價整個高漲 地價高漲 他就趕快買掉 那就是要來賺一筆而已 可是對於當地的居民而言 他們其實的傷害會很大 因為他的房子被徵收了 然後接下來你們蓋的那些高樓大廈 其實可能是他買不起的 他可能連一間廁所都買不起 就是說我們政府一直在說 所謂的怎麼回禮住宅那些東西 其實一坪也都還是蠻貴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 就是一加入他們家主義比較大 比較多的人口處 要一起住進去的話 好幾坪好幾十坪 那下來其實 恐怕也是要好幾千萬 那一個正常的人 就是說政府雖然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補償數字 可是那可能都不夠你去 真的去換到說你現在就已經可以 好好的生活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一個房子 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桃園現在有幾個不同的 這種所謂的開發案 其實包括剛剛談到的自貿港 這個部分其實都還有很多的 顯示空間 我想到其實在台灣各地的科學園區 其實也是類似的情形 就是例如說大埔案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明明也有很多的科學園區 或是過去的 例如說好的張斌工業區等等 還有很多的土地 其實都還沒有使用 但是他們還要去開發一些新的 這種所謂的科學園區 為什麼這樣的事情 是會不斷的重複 不斷的發生呢 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土地徵收法 真的是 可能真的是必須要好好的去 修法跟檢視 那如果大家有聽過 像許世勇老師的一些演講 就會提到說 我們現在還在使用的區段徵收 其實是19世紀的東西 那其實像日本 他們因為成田機場的一些抗爭 其實他們在 互相韓國 他們在一些都根或土地徵收 的這些做法上面 其實他們都會相對的 格外的謹慎 他們不會隨隨便便的 就會去畫這麼大的範圍 然後不敢了 就是說不敢再去 這麼腐爛的去徵收大家的民地 然後要來去做 即使它是一個公益性的使用 它都會再格外相信 因為當時這個成田機場的徵收 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引發了非常多 警民的衝突 然後還有一些流行事件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記取一些教訓 那你會看到說 台灣我們的地 其實比日本少很多 對 恐怕很 對 可是我們的這個土地徵收的量 竟然是他們的10倍 所以這個土地徵收的這樣的一個法令 恐怕是真的有太多 就是說太寬鬆了 以至於好像隨便今天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理由 今天 對 就是任何這樣的一個理由 都可以來做為說 要做為徵收的這個一個理由 那不用去講清楚說 到底所謂的這個公益性的必要是是什麼 那像剛剛管老師講到說 我們目前有這麼多的地方都還沒有使用到 然後桃園線現在也還有1500多公頃的工業用地 也都還沒有去使用 那這些工業區化在那邊 然後又顯示在那裡 那現在又 對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這整個是整個從法律面、體制面 就是說開放了太多這樣的一個空間 讓政府以及財團都可以去利用 然後他們就可以一直不斷地來去想像說 我接下來要再來去開發那裡 再去徵收那裡 然後接下來我們又可以來做什麼 然後都不會去解釋說 那之前都已經劃下去的那些區域 給大家 是不是真的有達到原來 這個想像的 使用的目的 以及開發的那個比例 對 這樣子搞下去 桃園可能真的會變成一個空城 很多的空地 然後沒有人使用的這樣一個空城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剛剛影音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航空城其實 或者是剛剛自貿港這些 有一部分其實是要做自經區所使用 可是自經區的條例不是還在立法院嗎 那還沒有通過的一個條例 就開始去做這種規劃 這不是一個很荒謬 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啊 所以這也是我們7月29號 那個都委會的大會上面 我們是進不去開會 所以我們是在場外抗議 所以我們不斷地要求說 根本就不應該這麼快的 把整個都市計劃就通過了 因為這裡面都還有很多議題 是還沒有理清的 包括我說剛剛老師講到的 這個自經區的條例 也還在審查 那如果接下來審查不同過的話 那這個 這不是這個很荒謬的事嗎 是啊 那你有把人家要求說 他要離開了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這樣子 那包括還有很多程序 像環評、停證 整整這些程序其實都還沒有跑完 所以為什麼7月29號 這麼多的軍民會上去抗議 其實是因為覺得說 就是說我們還是沒有看到說 到底真骨的地形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些東西都還沒有理清之前 到底為什麼這個計劃就可以這樣通過 當地的民眾還可以做什麼 如果他反對航空城的興建 我們在一些外面的這些 聲援者支持者 我們接下來有什麼樣可以參與的 一些行動跟做法嗎 我們其實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這個計劃其實是在蠻早階段就開始抗爭 那所以接下來其實還有非常多程序要做 包括環評、包括聽證會 然後包括這個圖徵的程序都還沒有進行 所以在很多的這些程序上面 包括後面就算即使真的這個計劃真的都通過發布施行 我們也都還可以進行所有的行動之中 那甚至 比如說他們真的要到這個機場 要開始來爭地了 那我想在地的居民也都還有非常多的具體的抗爭 是可以持續的進行的 那我覺得外地的民眾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可以做 就是說我覺得因為過去有很多人一直在說 你又不是在地人 那你憑什麼去介入這個很空城的計劃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這樣的一個計劃 它並不是只是桃園的事情而已 因為它會用到 它是整個國家的重大建設計劃 那它也會用到人民的納稅險 那它也包括了一種對於台灣的一種未來的經濟發展的一種想像 我們到底要走往哪裡的一種一種想法 那政府已經展現出他們的想法 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一個走向 那我們人民難道不願意站出來 講出我們自己也許有一種不一樣的想法 另類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不只是在幫這些反擴性的居民講話而已 而是說整個國家的財政之處 整個國家未來的經濟和發展的想像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義務 也有責任也有權利可以去發生 也可以去關心這件事情 我想只要是涉及到國家經費的支出 國家的政策的規劃 它都不會是某個地區 不會只是某個地區人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是納稅人 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他本來就有義務或者是他的權利 去關心自己國家所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發生是在桃園或是在蘭域 或是在台北或是在高雄任何一個地方 他都是這塊土地裡面的所有人的共同的事情 也是一個共同的權利跟共同的義務 今天非常謝謝乙琳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剛剛特別乙琳有提到成田機場的徵收案 所以推薦各位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可以看一部漫畫叫做家 其實是在談這個徵收案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本漫畫 而且非常非常好看 那燦爛時光會客是在每個禮拜天晚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 會直播 9點半直播之後 會在燦爛時光 以及在公庫的網站上面會播出 謝謝乙琳 謝謝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我忘記要相信 神明的動力 誓願自謀